在这支视频里,我们一起研究顶尖相机的秘密 这是菲斯华东的朋友小郭,他会一起参与这支视频 Hello,大家好,我是菲斯华东的郭坤 如果拿汽车价格来参考的话 数码后背就是相机世界的劳斯莱斯 当然它的实际售价比劳斯莱斯汽车便宜得多 菲斯1.5亿像素数码后背,型号是IQ4150,丹麦制造 是有史以来像素最高的民用相机 让它搭载于荷兰金宝公司为其定制的金属框架机身 并和德国制造的罗敦斯的HR系列镜头配合使用时 就是世界顶尖器材的象征 是所有器材发烧友的终极梦想 这就是我们眼前的这套相机 菲斯XT IQ4150使用了一块索尼生产的CMOS CMOS面积为53.7毫米乘于40.4毫米 让我们做到计算题 哇哦 它的面积是135全画幅的2.5倍 不用接片,不用摇摇乐 一次拍摄就能得到一张尺寸为14204乘于10652像素的照片 哦,等一下,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个2.5倍好神奇 看刚刚好 索尼α724就是6100万像素 这是让你联想到了什么? 没错,索尼α724的CMOS和RQ4150的CMOS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 它们源自同一个制造商 它们都是被造势 有着一样的像素密度 每一个像素的物理尺寸都大约是3.8微米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当我们使用同样焦距的镜头拍摄时 RQ4150和α724产生的图像 在百分百观看细节的时候 两者的尺寸是一样的 现在让我们看看这支罗顿式的HRD-Ground W32毫米镜头 它几乎是史上最贵的量产广角镜头 因为它有着惊人的高分辨率 而且有着90毫米的像场 所以即使在54毫米乘于40毫米这么大的CMOS面前 这支昂贵的30毫米镜头依然可以轻松覆盖 并提供13毫米以上的移轴幅度 为了和这套性能怪兽一较高下 135系统也火力全开 它们有两个厉害角色 索尼FE24-70 2.8GM二代 和FE12-24 2.8GM 它们将先后与α724机身配合 让我们看看它们的实拍表现 显示屏幕《FM3》中心配音乐 怎么样 是不是很吃惊 它们是如此的相似 如果没有字幕 你根本不能区分 再看看照片全貌 同样是32毫米镜头 但RQ4150拍摄的照片 视角明显比α724的要广 这是为什么呢 RQ4150的CMOS面积 是α724的2.5倍 所以它采集到了更多的场景 为了让α724的照片和它一样广 在不改变拍摄距离的前提下 我们必须选用焦距更短的镜头 经过一些数学计算 现在我们知道 当32毫米镜头用在飞斯 RQ4150上时 视角约等于135系统的21毫米镜头 有请索尼F112 24 2.8 GM登场 我们把焦距设置到21毫米附近 看对脚线方向的视角 现在和飞斯一致了 让我们放到的100%比较一下细节 怎么样 视角虽然一致了 但100%看细节的时候 显然RQ4150后背的细节更大更清晰 这是为什么呢 物具不辨时 21毫米镜头的视角比32毫米镜头广得多 焦距越短 视角越广 视角越广 物体的成像就越小 成像越小 参与成像的像素就越少 细节也就越差 这就是135系统像质比顶级中画幅差的原因 即使有一天 135系统的CMOS也有1.51像素 这个差距依然会存在 因为每个像素的物理尺寸更小了 会带来的信照比烈化等一系列问题 其实啊 中国摄影师们早就总结好了 他们说 抵达一级压死人 现在我们知道了一个真相 α724和iQ4150其实没有本质的不同 他们的传感器是如此相似 或许他们来自同一个工厂的同一块晶圆 但是被分装成了不同的尺寸 一个面积比立马一个大2.5倍 所以为了得到同样的视角 α724必须使用焦距更短的镜头 而且α724的像素总量只有iQ4150的2.5分之一 所以络于下风 幸运的是 虽然不是每个人都买得起飞丝 但索尼GM系列镜头和α724机身 也已经足够优秀 它能胜任我们绝大多数的拍摄任务 为我们创造价值 但我依然有个梦想 有一天在我的摄影包里 有一套菲斯XT